世卫欧洲区建议 学校进行病毒筛检 世界卫生组织WHO7月2日表示 应该在学校进行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 COVID-19筛检 以避免远端学习的有害影响 即使这些学校尚未发现确诊病例 在此之前 只有在确认一组感染群的情况下 才建议学校进行病毒筛检 不过世卫组织现在认为 即使学生和教职员工没有出现症状 也应进行PCR或快速抗原检测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主任克鲁格 Hans Kluger 在一份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联名的声明中说 夏季月份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 可以采取一套正确的措施 来帮助降低感染率 并避免关闭学校 克鲁格说 我们不能让疫情大流行夺走儿童的教育和发展 他先前一再呼吁世卫欧洲地区的国家 解决和线上学习有关的辍学率和健康影响问题 世卫组织划定的欧洲区跨越53个国家和地区 部分位于中亚 这些联合国机构认为 关闭学校 应仅被视为最后手段 只有在施行其他措施 但仍无法控制激增的确诊病例时才施行 健康生活编辑部